需要花点时间嘛,然后它慢慢会好的,我们想要看看七月份,七月中,七月底,可能还想回国,嗯,然后想要带他,因为国内是夏天了嘛,然后想带他去旅游,刚刚有人说南京很好玩,南京是不是美食特别多,Do you want to go to 南京?南京 is a place that have a lot of food,like a lot of food,是不是南京吃的东西非常的多? 好好好,我们在这,河南很热,去新疆吧,新疆西方人可以去吗,可以吗,成都,TJ去过成都,他很喜欢,原来,成都是TJ,2015年跟我一起来中国,他当时是先来了中国,他比我早到两周,因为当时我还在毕业典礼嘛,大毕业典礼,然后他到了成都, 他成都是他第一个城市,他很喜欢,而且他很喜欢那边的辣,他觉得很好吃,他比我会吃的,我是上海人嘛,我的上海是两极辣,他能够吃到大概四极辣,他的发型,就是他自己搞的发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然后刚才还有人说,去哪啊,哦,义乌,小商品,哎,这个可以,西安, 他第一个城市是西安,你新的,他看过兵马俑,他很喜欢,但是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好像还没有去过西安,所以我们俩可以再好好一起,我们去过安徽,我们一起爬过虎跳峡,我们一起爬过黄山,那个时候还没有拍视频呢,很早,2015年, 刚刚认识,2015年是我们认识的时候,2016年,2016年我们来了中国,对,然后2016年是七八月份,我们在中国一起旅游,去了,呃,先去了黄山爬了,然后去了那个,屯西老街,是吧,是安徽,然后我们去了苏州,去了挺多地方,去了云南,去了鲁菇谷,可美了,how do you like 鲁菇 lake? 非常漂亮,很好看,然后我们其实去了挺多地方,昆山,不是昆明,昆明,去了昆明,去了昆明,去了昆明, Tiger Leaping Gorge,他很喜欢虎跳峡,做过宣纸吗?没有,没有做过,烟台的海鲜,哦,重庆,我们也很喜欢,你喜欢重庆? 重庆? 他很喜欢重庆这个词,重庆! 他在重庆的那几天,他天天在那边就在说重庆这个词,很搞笑,就是一直都,东北的烧烤一定很好吃,啊, 啊 海鲜西雅图的海鲜的确是挺好吃的 台湾可以 you want to go to 台湾 耶 我们也 哦太多 我觉得中国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江西是吧 哎 大家说的确江西是很漂亮 是吗 天哪 那OK 大家想不想到时候都看我们拍一些旅行的内容呢 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我一直很少拍 因为我觉得可能旅行的内容对大家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玩 因为我们旅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走路然后吃东西 you want a sweater um it's ok 大家会想看我们旅行的东西吗 可以到时候试一试 海南对很好 use my scattered english 到时候希望跟大家多偶遇一下 我最好这样子到时候去哪个城市之前就好跟大家说一下评论里面可以说一下我们下一个城市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很随机的可能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 就临时决定 苏州我们也很喜欢 记得吗我们去苏州试了那个汉府 然后苏州的那个 他很喜欢吃苏州的面 超喜欢 诶今天这个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吗你们如果有情感的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吗然后我们趁着直播间我会给大家回复啊甘肃 哦 汉州 香港 河南 山西 哇的天啊 一定说好哇 大家知道他现在在咳嗽啊所以大家稍微我我会替他多说一些话他大概可能有一周的时间去恢复一下 南昌 马来西亚我们上次去过新加坡还没有去过马来西亚 我们的口语 之前分享过两遍就是你需要去不断的说说错也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逼着自己找一个朋友两个人天天一起练口就是日常生活中用英语说不要用中文说如果说不出英语用手势 然后你需要去多看音剧美剧去听就是不要看别的剧因为别的剧的话你就是享受嘛你需要去奔着学英语的时候去看英语剧 呃没有字有字幕的没有字幕的一遍一遍看然后听懂就是念自己的听力同时你要输出每天输出输入很多嗯 帝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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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也没有坐过飞机 然后如果我们在海外的话 他妈妈是就没有办法来看我们 然后他爸爸是有 叫什么 密 应该叫那种 是不是 私密空间恐惧症 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他会很恐惧 所以飞机上面不就是 他等于说你大家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出去的 然后这个他就很恐惧 所以他爸妈就是没有办法 坐飞机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 经常在中国 然后我们每年可能会回美国两次 待个几个月 爱对幽闭恐惧症 然后去陪伴他的父母 所以就只能这样 其实我们也很喜欢澳洲 但是因为毕竟我爸妈在中国 他爸妈在美国 所以我们可能之后的话 还是会尽量多在中国 我想先让TJ 把他的中文提高到非常非常地高的水平 哦 i need a thing to cover me up not this ok like you can grab one on the couch 去安极漂流 哇哦 也很棒啊 江西景德镇 啊我们想去景德镇 新疆我们想去 哎你们知道新疆有一个就在山上面 然后你可以骑那个小车 然后整个就往下滑的那个嘛 哇我看了太多边了 我好想去啊 太想去了 上海迪士尼我们去过了 记得吗 我还拍过一张视频 谢谢你 云年有点冷 哦我想陪你 我是上海人 安徽九华山 爬个华山吧 可是华山很吓人 我不太敢 我不太敢爬华山 非常不敢爬华山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 五公山 嗯 他呢 嗯 他咳嗽了 然后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眼睛也有点红 嗯 我们情侣怎么保持新鲜感 嗯 How do you keep the freshness 我觉得新鲜感这个东西 我们在开头呢 还会去 我们会经常旅游 然后因为 有时候人呆久了 两个人就太习惯彼此了 然后你需要去靠一些 外部的环境去变化 我们会去一个新的地方去旅游 然后感受 彼此不一样的一面 然后 别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接纳了 OK新鲜感已经过去了 我们俩会更会尝试着在日常生活中给彼此一些关爱 鼓励呀等等 然后让彼此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嗯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 就不会去想着 OK新鲜感过去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那个新鲜感 我们现在在美国 在西雅图 在西雅图 我们的婚礼 啊 when is going to be my wedding TJ we had a wedding 哈哈哈 他是个非常纸的直男 what about the wedding in China what about it what about a wedding in China 嗯 we'll have to plan 嗯 可以两个人策划一下婚礼 在国内可以到时候稍微搞一下 可以吃内造吗 Do you eat organs I do not what about it 我也不怎么吃 我们在美国现在是8点了 晚上8点 你们呢 你们应该是早上11点吧 广州的早茶他可太喜欢了 马尔代夫 哦 我们没有去过 学了英语 到了国外是肯定是没有办法交流的 我那个时候学了英语 我国内的话 我高考英语其实挺好的 我在国内那个时候英语其实挺不错的 可是到了国外 呃就是 环境不一样 大家说英语速度可能会快很多 会低到很多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音 所以你肯定是听不懂的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自己去 培养就是你可以需要那个语境 然后你慢慢的去提升 听多听多了 去说多了 慢慢就会上去了 我在国外那个时候就会去打工 打工的时候就是逼迫自己去 提高这口语嘛 慢慢的口语就会很快 其实就是多说 谢谢您闻到花花 谢谢你 其实任何个语言 TG也是他需要一个词 说50遍 去记住就是一个中文 他学中文的时候去说 学一个中文词 学50遍 然后我还是会忘 那你再说 而且你 你不只是学英语 学中文 你需要你学到的词 你需要去连句子 你需要去 我去日常生活中我需要去想办法把这个词和句子 融入到一个句子里面 然后只有这个情况下面你才可以慢慢的去知道 多说了 然后你才会印象深刻 我们当时怎么想要做自媒体的 大家去工作自媒体这个行业呢 其实对我们俩来说 TG是一个 How did we start social media TG是一个他不喜欢常规工作 那时候不喜欢在办公室从早到晚晚的人 他希望他喜欢看世界 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好希望我们就是如果做一些网上的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这种社交媒体 哦不是社交媒体 就是网络网络很慢慢发达起来了 那个时候2021年不到一点点 然后他就说看到有些人就那时候不是还有blog吗 就是博客就是你写文字 他就说如果两个人也可以网上面工作的话 那他们就我们就可以去旅游了 然后他当时是在一个公司里面自己创业 我当时是教师吧 我其实我其实现在也是教师 我自己呢是在那个时候在一个高中里面教学生中文 还有教艺术 那个时候教大家中文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享受的 可是教外国小孩子中文是很不一样 跟国内老师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我需要就花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他们中文不难 但中文里就很难 然后就说服他们中文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跟着我学功夫啊 学中文里面好玩的东西 吃的美食啊等等 可是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到后面会选中文的人还是很少 因为中文的确是很难嘛 而且一旦到了高中他中文就开始需要他们就开始需要枯燥的那一面就是每天都要写很多很多的中文字 然后到后面他们就会埋怨 哎呀很难不想学这个 所以对我而言 嗯我其实更加想要去给更多的人更多的影响力 一般巧合我们那个时候看了小红书 小红书大家可以发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尝试着发发不同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老粉有没有记得他以前还会这个学西游记里面的 他他很喜欢孙悟空然后他学西游记的打扮 然后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把自己打扮成西游记我还打扮成唐森 然后我们在那边做roleplay就是角色扮演 就是那个时候一开始大家就是拍拍好玩的东西跳跳舞啊之类的 然后后来我开始跟大家做一些情感上面的分享 然后我们会去战 就是一开始呢是奔着我们俩试试 然后慢慢慢慢喜欢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就想着 慢慢的就开始多拍一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慢慢慢慢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然后喜欢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我们的 你们是从哪一条视频开始喜欢我们的呀 他听得懂一些中文 但是我现在中文速度比较快一些 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我听得懂 他说我喜欢挖鼻孔 那是你学习的词 我的地理也不是那么的好 在澳洲的时候喜欢我们的什么 爬泰山的时候认识的 我没有去过加拿大 我一种一条视频 海岚知名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试试看Vlog 但是我们的Vlog我不太会拍Vlog 我们这边其实马上也要下雨 把裙子的时候认识的 谢谢你们 你们最喜欢 TG说的中文是什么 你们最喜欢他说的词是什么 哈尔滨人是西志门三太子人似的 哈哈哈 我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自己买衣服 就等着TG送我衣服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 大家评论好 推荐留学去哪里 我当时是自己都没有做什么准备 然后直接去了澳洲 就听了跟中介聊的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 去看不同的城市去感受一下 因为世界太大了 你们可以去看看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城市是你可能感兴趣的 谢谢是弗洛里达人 Can you say Aussie English? No he can not 狗子们也在我们这边 狗子们在我们这边 我想把狗子们带回中国 嗯 因为我爸爸妈妈特别想他们 最喜欢TG说什么 你们最喜欢TG说的是哪句句子啊 我出国前英语 还行 但是口语是出了国之后才会的 就是多说多练 我们的狗狗是实心的 是的 我们的狗狗是实心的 非常实心 我是上海人 TG是弗洛里达人 你们最喜欢他美丽的老666 TG狐狸怎么叫 What does the fuck say TJ?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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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喜欢TG和你表白说的话 谢谢你们 问我你们 你们觉得我短发好还是长发好呀 你们喜欢我短发 我觉得我两个都好看 Good day mates 你们喜欢我短发还是喜欢长发呀 TG do you like my short hair or long hair TG感冒了 咳嗽 The short hair is very bold and very cool look But the long hair has been a nice change TG是一个他没有最喜欢的东西 他也没有一个 就如果你想要去哄他让他开心很难 但是同事又很简单 他喜欢体验 他喜欢新的体验 所以他刚才说我的短发其实挺酷的 但是长发也是个不一样的感觉 他希望我就是喜欢隔一段时间有一个变化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难满足的人 比如说他没有一个 如果他不开心 我没办法给他买杯奶茶 他就会很开心 他喜欢喝奶茶 但是他没有一个自己特别特别最喜欢的东西 整个大波浪 我想搞一个那种法式的套 然后头发就那种 大大小小的那种 就碰碰的那种感觉 我其实也很怀念自己的短发 可是每次短发剪 一剪了以后 流长发太难了 所以 我想还把头发再流长一点 看看能够搞出什么样的东西 Do you like a bubble tea? 我喜欢 他喜欢奶茶 他很喜欢 果茶他很喜欢 刚才有人问我皮肤 那是因为我今天化妆了 可是我自己平时化妆呢 我就会用一些 粉底液 我以前会用那种CC cream 我以为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很重的厚的粉饼 在我脸上 除非如果的确有那种很薄的粉饼 那是好的 所以我自己呢 会用粉底液比较多一些 然后会比较淡 但它是遮不住我脸上的 像我最近 额头上面 有一点小粉刺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可以近看 你可以看到一点点 我脸上质很多 所以但是呢 我也不介意 该什么样子就怎么样子 所以大家 看惯了也就还好了 我的皮肤呢 我们 皮肤的话 可能还是遗传的比较多 我妈妈皮肤很好 我妈妈皮肤非常好 对 可以尝试别的发色 我其实之前还有瘤海 我有想过别的发色 但是如果你一旦染发 别的发色的话 你会需要经常去染 所以呢 我现在就让它去 粉底液的话 我用的是什么粉底液 我现在应该是用的 蓝蔻的一款粉底液 我的化妆品 就很多 很多不同的 比较杂 下次有机会 给大家拍一个 我的化妆 就是一个化妆的视频吧 给大家自己看 我用的是什么 然后 但是我也不是那种 美妆补卓 不是那种化得很漂亮的那一种 就是还可以 就是比较日常的那一种 TJ discuss Miss Australia We do 我们刚刚其实从澳洲回来没多久 我们去了趟悉尼 因为我弟弟在悉尼那边 大家想听那个TJ在唱这种歌吗 他今天又学了一首 他今天又学了一首 英式中文歌 可以看一下周围吗 我看一下刚才有说 我其实平时素缘挺多的 但是我呢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化妆 所以我如果不拍视频 有的时候我比较懒 然后我拍视频 我是不化妆 如果我突然想拍一个视频 然后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化一个妆 但是我可能一周化妆也就 三四次 不会超过三四次 每周都会有几天我不化妆 因为我不太喜欢化妆 化妆的话 我会觉得皮肤有点闷 然后其实大家皮肤的话 我记得大家有说就是卸妆的时候卸干净 然后护肤品 我自己也是护肤品用的蛮多的 但就是比较 也是比较精简的 就是可能水 然后眼霜精华 面霜就好了 就可以了 可以说美丽的老溜溜吗 美丽的老溜溜吗 美丽的老溜溜 所以你的英语都会有一个冲击 所以你的英语都会有一个冲击 然后慢慢的去学 慢慢的去提高就多说 这些学用中文什么感受 How do you feel about learning Chinese? Good What you want? 他最第一次学中文是七年前 那个时候 因为毕竟是谈了一个中国人 嘛